位于东永的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地盘 今10日下午一时许一鸣58岁男工遭铁肢打众重疮不治 夫表示 就今次事件已按机制及时采取规管型 暂停涉事成建商镜头公务工程的资格 翻查资 项目由香港保家建筑有限公司负责建造 曾于二十二分之二千零二十一度货班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金奖 资料显示 乡保家建筑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及建造北大宇山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 相关项目工程造价约37.8元 2020年10月起兴建 预料2024年聚工 根据劳工处网页 乡地盘曾在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2分之2021当中 获得楼宇造地盘公营合约金奖 政府今日晚上七十发新稿 提到发展局作为政府公务工程服务的采购 就今次事件已按机制及时采取规管行动 暂停市城建商镜头公务工程的资格 往后议会因应查结果 按需要对涉市城建商采取进一步规管动 包括延长暂停投标资格的期限 甚至从认可策内除名 另外建筑署署长谢昌和事发后一随到工地了解情况 并到北大宇山医院与死者家会面 致以申妾慰问 谢昌和表示对事件申表难 署方已要求城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嗜妾协助 住属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城因 相关城已经暂停 星岛头条APP已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